字幕提供 我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阿 這個 哈 散戶朋友啊 表面上算是鬆了一口氣 有得啥的迷 欸 看一下 今天來個123 什麼意思 漲了123點 對不對 從開盤一路怎麼樣往上挺進 最後再拉伸給空頭總書令們 那不是童子敗觀音 我的意思是說 股票還是很難做 你看大盤漲123點 但是成交量沒有1000億 下跌的加速400幾十加 400幾十加是下跌的 並沒有說怎麼樣 大部分的股票是上漲的 而且我們先不要講下跌的股票 那些上漲的股票 可能是昨天跌的狗吃死的 解套了沒 還沒啦 所以我告訴你 股票還是很難操作 但是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說 我看空大盤 你的股票怎麼樣 栽贓 抹黑 了解 了解 所以說我並沒有看空大盤 但是我認為股票不好做 這樣子 請問小朋友們都聽得懂了 聽得懂老船長你放心好了 我們一定會栽贓 我們一定不會栽贓你的 好 有講就算了 好 但是 哪有這麼容易放過你們 生死簿還是要拿出來怎麼樣 look一下 老船長的生死簿跑到哪裡去 讓我找一下 找不到 我的生死簿跑到哪裡了 你們這些人實在是很壞 沒有關係 看一下測標 因為今天檔數不多 就四檔 這四檔裡面有三家是虧損公司 別的不會老船長變魔術很厲害 你看你們還真的以為 是不是 一檔一檔來 一珠珠來 五三一七 五三一七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兩千六百零九張 這個我不會拿十張二十張成交量 來跟你分析 這個都是有量的 而且你看 很厲害 這邊跳空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五個燈 五度五關講五萬 亂來 這邊在跳空的過程 你會發現 你都怎麼樣買不到 什麼時候買到 這一根 看到沒有 這個爆大量的時候 你就買到了 對不對 錯 你是買在這裡 這裡是阻力怎麼樣 打開之後 再換手 這邊開始出貨 很簡單 那這支股票是炒題材 公司賺多少錢給你看 一定是賺鴨蛋 看到沒有 賺鴨蛋 一毛都沒有賺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凱美 但是呢 今天不會有人看 凱美 第二檔 叫利清 3346 這個很有名 這前一陣子賀賀有名 今天成交3200多張 對不對 我給你看一下 不會有人講利清 這個是車用電子 你們都以為老船長看不懂股票 是不是 這很簡單 車用電子 沒有人會講利清 對不對 別人不講 我就來講 再來 銀廣6117 老船長我們沒有聽過銀廣 這個很精彩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 這邊爆量 看到沒有 主力出貨 買在這邊的完蛋了 你注意看 這公司賺鴨蛋了 我給你看一下 你會發現奇怪 這些股票 這個在推薦你 介紹你 這個爆牌頭顧 在漲的時候 哇 都是不得了 這股票多好 可是你去看 賺鴨蛋 對不對 那個時候你就會告訴自己 老船長的話 我們不要聽 不管是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老鼠的 就是好貓 對不對 漲的時候怎麼樣 沒話講 摔死的時候呢 再來一檔 3504 赫赫有名 也是虧損公司 先看一下是不是賺鴨蛋 有沒有 賺鴨蛋對不對 富的 是不是沒有騙你嘛 陽明光 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這個你要注意 頭部要出來了 漲的時候很多人講 跌的時候沒有人講 我要說的只有這一件事 了解吧 那今天漲123點 有很多股票今天漲 其實是昨天跌停板 那沒什麼好講的 散戶一樣沒有解套 而且有些股票你根本不會去買 我舉個例子 你怎麼可能去買 對不對 這個漲停鎖 我叫你們不要空欲金光 對不對 這個就純粹軋空 沒有什麼基本面可言 這鑽鴨蛋的公司 看到沒有 哇老船長你不知道 它是香蕉蘋果西 這個拔蠟的這個 這個怎麼樣 接到訂單 那我不管啦 水果的訂單 它全接的好不好 但是還是虧損公司嘛 未來怎麼樣 是未來的事誰知道呢 對不對 庫克有沒有打電話給你說 我告訴你 我們的訂單 全部下給了余金光 他不會跟你講嘛對不對 但是余金光你不要去空它 你在我的電視節目 還有我的網路影音 我都再三的警告 絕對不能夠空欲金光 因為它擺明就是要軋空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吧 但是你做多呢 有人做多欲金光 從六十幾開始做 一路賠錢喔 因為這支股票很有意思喔 它動不動就給你 給你來個大跌跌停喔 你看這都會嚇死喔 譬如你一追 套住了 然後殺在這裡 你又追 套住了又殺在這裡 所以余金光的錢喔 多單也很難賺喔 那這種股票 我們看看就好 那大家明白意思嘛 所以股票很難做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陣子喔 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欸 不如喔 來學學法人喔 欸 做做期貨不錯啊 是不是 老餐廠這個我不能接受啊 做期貨 我沒有聽過啊 聽說風險很大 很多朋友啊 做期貨都輸死啊 當然輸死啊 對不對 為什麼不輸死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這是期貨 好不好 假設這大盤 來代替期貨一下 早上開完小高之後 看左邊 看這邊 看左邊喔 看這裡喔 啊接下來怎麼做 你當然會馬後炮啊 做多就對了 鬼扯 遮起來 一開小高怎麼做 就拆吧 對不對 當然會輸錢嘛 你要有所依據 我們做期貨喔 譬如說 我們舉例啦 像你來話 你的依據是什麼 啊我的依據就是拆啊 那你一定掛掉 一定輸很慘 真的老船長 我們真的輸很慘喔 那欸 我是跟著人做的 而且我還交很多錢給他 為了誰的名 因為他包山包海啊 喔 看他節目天天都大賺啊 沒有一天賠啊 好 那你會相信這種鬼話 對不對 然後你就開始跟嘛 一跟以後 你發現怎麼樣 左扒 右扒 左右扒 前扒 後扒 前後扒 上扒 下扒 上扒 一整天都怎麼樣 再被扒 老船長 哇真的欸 為了誰的名字啊 你們一定會想要知道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啊 他是騙子啊 你跟了一個騙子 就這麼簡單 你不用問為什麼 可是他不是都說這邊多 這邊空 哇我看到每一個都對啊 是啊 啊 證據在哪裡呢 拿摳訊給你看嘛 欸對啦 傳統有摳訊喔 摳訊很簡單啊 就把你們分成二三十個組別 你不知道 很多頭顧啊 老師都用這一套啊 把會員分成二三十個組別 然後每一個組別發摳訊啊 這樣子他就二三十個摳訊啊 今天哪一個摳訊對他有利喔 就拿到電視上表演啊 結果你看沒有我沒有收到這個摳訊啊 打電話去投顧公司抗議 那已經完蛋了 你該死了 為了誰的名字 你參加的組別喔 等級不一樣 老師喔今天在電視上講的那個組別摳訊喔 你要升級還要再交錢 看到沒有喔 就這樣搞 你有這樣的經歷了 趕快離開那個人 喔 不知道哪些人在幹這種事 去網路查就知道了 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大家要明白意思嗎 唯一喔 能夠怎麼樣 沒有辦法騙的 可以公開的 很簡單嘛 齊皇嘛 因為他是人工智慧電腦運算嘛 譬如說你有齊皇 我也有齊皇 我呢 就拿 今天我也會印證給你看 我們今天又是賺錢 那不用講嘛 對不對 欸 我就跟你同步來對 你所看到的跟我所看到的是一樣的 我能造假嗎 造假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可是如果你是跟摳訊的那不一樣喔 怎麼 欸 他在裡面表演的摳訊你沒有收到 常常有這種情形對不對 因為那可以造假 可以騙 怎麼騙 我剛剛已經教過了 人啊 會騙你 齊皇不會騙你 再者很多的軟體啊 你拿到之後 到底要做多做空 不知道 有沒有遊戲規則 沒有 隨便電視機裡面那個人講 喔 他的軟體這邊做多 這邊做空 你是不是都有這些問題存在 真的欸 老船長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子 那就對了 為什麼有齊皇的誕生 為什麼老船長要創造一個指標 他是要有遊戲規則的 而這個遊戲規則不能變 你跟我是同步的 放眼望去全市場 只有齊皇做得到 不然你拿你的軟體來看啊 欸我的軟體啊 真的一開盤 欸不知道要不要做多啊 喔那等摳訊好了 摳訊來又怎麼樣 追高殺低啊 好 今天一定要看節目 看他怎麼講 哇 恭喜大賺 天啊 所以 老船長喔 希望你用最低的智商 你自己來看看 到底誰在說謊 誰在騙人 因為這個市場太亂了 很多人他認為觀眾不懂棋子 你知道嗎 畢竟棋子跟股票不一樣 棋子啊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早年是沒有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不要把棋子想得很困難 它不是漲就是跌 把一件複雜的事情化作最簡單 那叫做高招啊 所以啊老船長把它改成 這麼簡單 那有些人把軟體搞得 哇講得好複雜 要根據什麼算啊 我跟你講你都不要相信啊 一開盤就灑在那邊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打開電視節目天天呢 他說他大賺 我下半段節目 請所有有齊皇的朋友 來跟我對 我造假就是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這個跟Call訊不一樣 Call訊怎麼樣 他可以選擇性公佈 這一種是唯一沒有辦法的 導播 進廣告 歡迎收看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廢 食物要煮熟 雞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始发头部帮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如果你今天做棋子 我不管你自己做 甚至是跟着人好了 好不好 你赚钱 我恭喜你 做人就是要有风度 不要到处栽赃啊抹黑啊 都有证据的 这有法律责任的 上节目可以乱讲话 乱栽赃的吗 对不对 现在请所有有齐皇 全省的朋友 拿出来跟我对 我这内容造假 就是赔5亿8千万新台币 我希望 看看有没有人 可以达到我这样的一个标准 跟要求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就是太多人出来骗了 我们不得已 必须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宣示 我们不可能去骗人 来我们先看一下游戏规则 不要说我乱定 红船长出现 下一根红K要开在黄金线上 做多 绿船长出现 下一根绿K 开在黄金线下做空 这个很简单 12岁到80岁 交一次就会 好 规则定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行情 今天呢 这是昨天哦 导播请照近一点 好 这停 这是昨天哦 昨天的红船长 我说过要延续看 虽然我们都不留仓的 好你延续看 今天一开盘就在黄金线上 老船长啊 开这么高还做多哦 有没有搞错啊 没办法 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 开在黄金线上 红船长哦 下一根红K要 你不是以这边为准 这边是昨天的不算哦 今天的 看到没有 这边市价进去做多 你是做一口单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 出场 获利出场 老船长后面还有更高点 你怎么不继续骗啊 骗什么东西啊 以前你们看电视节目也好 听很多人讲棋子刷多神啊 赚多少点你们要改变那个想法 你们加入之后都是输死 为什么 因为根本都是错的 我要求我所有的成员哦 你们要考虑到达成率 达成率高 你每天抓的点数不要高 但是你经常赢 你几乎天天赢 你最后你就赢 老船长那我一口要多 希望多赚很多点 你就把口数增加 一口你可以做五口十口 比如说你赚十点你不爽 你做十口啊 赚一百点啊 慢慢加 你不要妄想说 每一次一口就要一百点 哪有那么多行情可以配合你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过去你们在看节目 都是这样表演 这里多这里空 这里多这里空 哇今天总共赚了五百点 根本鬼扯淡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这种遭遇的 赶快来找我 不是我带你做 是这一位 这一位带你做 你看清楚哦 他不是神 他也不是人哦 他是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哦 他不会骗你 他不会发假扣讯 他有游戏规则 他有怎么样 你们每一天看我 都没有改变的游戏规则 照这个规则做 今天又是赚钱 很简单 但是你跟着那个人 今天不是不动作 要不然就是放空 这两条路 一个是赔钱 一个是赚不到钱 那当然啦 也可能他今天猜对了 终于做多赚钱了 那我们也是恭喜嘛 对不对 那有本事 就像我这样子 挂五亿八千万新台币保证 绝对不能够骗人的 有本事 不要把会员分成一二十组 那种手法 我们同业都知道啦 所以哦 为什么我要创立齐皇 我就是要让你们 不要再跟着人操作 因为你跟着人操作 人有七情六欲 他会追高杀低 尽管他在荧光幕上多会表演啊 说他多厉害 我告诉你啊 骗笑耶 这个遮起来 你自己做或跟人做啊 早上开小高怎么做 你跟着那个人 马上就知道今天要做多了吗 凭什么 没有就靠他经验 这种鬼话你也信 还有说一开盘就知道 今天最高跟最低点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鬼话 一开盘就知道 今天最高跟最低点 观世音菩萨都不敢这样讲 为什么台湾就是 人家说台湾是犯罪的天堂 我完全同意啊 头顾老师可以在节目上 胡说八道 骗很大啊 真的 我们这种有分析师直到 一听就知道 根本鬼扯淡 你问我 我不可能知道 哇一开盘我就知道 今天最高跟最低点了 不可能 但是有人会这样告诉你 然后你就像猪脑袋一样的相信 对不对 然后你跟你后 结果是不是归零高 我告诉你啊 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人还是要怎么样 开大门走正路 你去想 你操作棋子 一定要有所依据 就像你去打仗 你手上要有武器 但这个武器呢 不是拿来给你看的 它要实际可以操作 你不是拿一个看盘软体 像哄天雷一般的看盘软体 你不是要做多做空啊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操作软体 而这个操作软体 它是有规则性的 什么状况之下做多 什么状况之下做空 不是电视机里面 那个人告诉你说 这边要做多 这边要做空哦 然后给你看假抗讯哦 你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我就像双胞胎一样 你在家里 你住哪里 高雄 我告诉你 今天早上你跟我同步 这边你一定做多 请导播照镜 这边你一定进场做多 你不管它开多高 反正就照规则做 老船长有说过啊 就照规则做 黄金线线线线做多啊 然后呢 你今天赚钱啊 这个能够造假吗 那你给我看抗讯 我就信了哦 你发二十组抗讯 拿那个赚的出来 那放空的抗讯 要不要拿出来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放空的抗讯 我告诉你啊 有人就玩这种游戏啊 把会员分成两组啊 一组做多 一组做空 以前就知道 以前就有人这样干了 做空的 比如今天大涨就输死了 但做多那边就叫他升级交钱 就这样干啊 把会员分成几组啊 人在做天在看 大家去网路上找一找 哪些人专门干这种事情 齐皇不会这样骗你啊 请问你们哪 你看我这个很简单 全国有谁可以这样直接这样做的 你找到第二个吗 所以为什么我要跳出来 创立齐皇指标 我要让你自己当怎么样 当老大 你不要再被人家摆布了 还是哇哟 抗讯老师带真好 齐交所说啊 下个月啊 一天交易啊 二十几小时 你就到穷起有了啊 下个月有这种产品啊 你就半夜打电话给你老师 叫你老师起床 叫他带你坐啊 有可能吗 各位观众 好像没办法呢 老船长 所以这就是 这个你半夜可以啊 你可以把他叫起床啊 半夜就可以坐啊 因为他不是神害 不是人啊 他人工智慧啊 电脑运算啊 懂吗 所以我测标写得很清楚 自己看 五月嘛 再过几天 来 二十八号礼拜五 我的实战教学 这一次有很特别的地方 我只收五个人 老船长怎么搞错 人家都是要人越多越好 你以为我是要半老勒 还是要逛夜市 要人越多越好 我要一对一交 我要交五个人 我要花怎么样 两个小时时间 把这五个人一个一个交会 我也很累啊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因为要涨五十%了 那么我说过 我讲话算话 我保留五套 我只保留五套 在二十八号这一天等你 看到没有 星期五我等你 那你来我会教你 然后你自己对 你自己数 第几根第几根 这样是赚钱还是赔钱 完全怎么样 照这个来数 其他的软体 请问一下 做得到吗 你根本每天都不知道 一开盘 做多做空 软体根本不会告诉你 那是你自己在判断 那你自己判断 不是就是人在判断的吗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有的要附带 没关系你不会判断了 有抗讯来带你 对 你有没有输得很惨 从你跟了以后 有没有输很惨 有没有几乎天天被扒 但是 很吊诡的是打开电视 人家天天大转 请问谁在骗人 谁在说谎 道理很简单 老船长的棋皇 永远办不到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发抗讯 有的小伙子 你自己照规则做 你自己总不会骗你自己吧 游戏规则有很多种吗 没有啊 只有一种啊 只有一种啊 为什么 棋皇 红色做多啊 大家都知道嘛 小朋友都知道啊 绿色做空啊 难道红色要做空吗 神经病 当然是红色要买啊 绿色要做空啊 有的人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这让你一看就很清楚嘛 对不对 让你一看就很清楚哪边做多嘛 是不是 来请导播照镜 这个绿船长在黄金线上 连动都不要动啊 照游戏规则 有没有在黄金线下 没有啊 这里不需要做空啊 上过我客人都知道啊 继续多啊 但是我不要说今天赚多少点 那个没有意义 我现在在教课 我上课都教你 要达成绿 这样一口一年赚50万 轻轻松松啊 十口500万 你嫌50万少你就把口数变十口嘛 就讲完了 达成绿很容易啊 以前这些人都给你们错误的观念 都强调什么一个月赚几千点 怎么赚 我这一口从这边空 这边多这边所以说赚很多点 那都是表演性假的 而且讲得很复杂不需要 简简单单 全市场最简单的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齐皇 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要调长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齐交所公告不是我 不是我啊 你等会广告中的电话自己打 只有五个名额啦 我跟你讲真的 你来就是我就一对一 我很负责 四月份我说过我奉献出来 你要学的一对一的 中南部的朋友 你请你自己上来 我没有空下去了 最后这五个名额 你一定要抢到 因为我只有保留在现场 四月二十八号 保留最后五套优惠的 接下来就是五月了 你准备好了吗 五 我希望你能够抢到最后的五套 开始拨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贫幅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